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政会的账目也已经在网站上面公布 大家可以去参考 做出判断 我们不想和行动党饶圈子 原地大部 卖插米啊 这次的大选 共云党要和人民探导的是国家的未来 所以我在昨晚第二场的群众大会 就开始谈新加坡的政治文化 政治并不是什么抽象的课题 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未来 也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今天我要谈的是政府主务的政策 新加坡刚独立的时候 许多人都没有反止住 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 政府在60年代制定了土地征用法案 让它有权利征用任何土地 后来在1973年 土地征用法案修改 把以后征用土地的赔偿价 不管市场的价格都以1973年的价格赔偿 或是政府可任意决定的价格 因此 人民的土地被征用 损失惨重 但是 人民愿意决定 做出牺牲 因为政府以低价征用土地 也以低价建造主务卖给人民 让人民受益 不过 到了90年代 政府将主务三月化 也推出所谓的资产政治计划 让公开市场的组务收价越炒越高 政府呢 也得到了甜头 就打铁趁热 大量新建组务 把新组务的定价和公开市场组务的收价挂钩 所以他可以卖你比较贵啦 到了2002年 这市场经济不好 结果呢 他建了很多组务 剩下了17500间组务卖不出去 所以他发现四台不妙 所以就紧缩新建组务的数目 所以从2002年到2010年之间 政府每年只见少过亿万个单位的组务 结果呢 造成组务的供应从太多变成太少 物价呢 也因此不断的高涨 从2006到2010年四年之间 组务公开市场收价占了大约66% 在2009年 当时的国家巴掌部部长承认 政府没有料到组务价格会涨得这么高 虽然有许多议员在国会提出 新建的组务单位数量不够 供需已经失去平衡 但是政府还是不愿意修改政策 也不愿意再建更多的新组务 这也造成了许多人没有办法申请到新的组务 新组务的收价呢 也因为和公开市场的组务的收价挂钩 水涨船高 使到需要购买新组务的 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 但是他在政策方面摇摆不定 等到面对问题的时候 才来临时报国家 受苦的是人民啊 2011年大选之后 行动党才如梦初情 根据议测的需求来建组 新的组务的价格 也不再和公开市场挂钩 所以呢 现在人民申请组务没有那么困难 组务的价格才稳定下来 不过我们不应该就此松懈 因为如果行动党 在这次大选的结果是 一党独大的话 他的政策随时可以改变 他可以随时改变主意 目前政府呢是以 申请者的收入为依据 以津贴的方式 来减轻人民的购物负担 津贴的数目 也随时可以改 所以我们共同党认为 政府应该拟定一个 稳定的组务价格的结构 来取代目前的津贴的形式 组务的价格应该和家庭的收入挂钩 在拟定组务价格的时候 应该与房屋贷款20年内 就可以还清的标准呢 来决定人民是否负担得起 因为假设一个人30岁的时候结婚 20年大概50岁 往往的屋子 他就可以好好的负担 就不用这么重 而我们要注意的是 行动党常常讲你负担得起 这个负担得起很奥妙 行动党负担得起 不见得你就负担得起 所以大家应该要小心 大选的结果和大选过后的生活 是有一定关系的 你的生活在大选之后 你的负担会不会加重 是你要思考的问题 不懂大家还记得吗 在2006年5月大选的时候 行动党提出了很多援助计划 都是为了你好 他也说没有考虑要调高消费税 不过他2006年5月大选 2007年7月1号 消费税就提高了 你相信他 还不要请 当时的国务资政 吴卓栋 针对这个 你大选过后就提高消费税 增加人民的负担 什么意思 人家问他 他这么说 他说 行动党在赢得大选之后 就会采取不受欢迎的政策 他说 听好 这并没有错 这就是政治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的前总理 吴卓栋说的 所以呢 我请大家小心 行动党啊 在大选的时候 他可以像只猫 不过呢 选了之后啊 他就为狮子开大口 你也得 小心行动党的政治 当行动党 得到绝大多数的席位的时候 他就会当作 是你同意 他的所作所为 因为你选他嘛 他全部一言中选 所以 他认为你 同意 他所做的事情 所以呢 我也不清楚 看大选结果如何 三届大选 2001年之后 他没有提高消费税 这一次大选的结果 我不知道 所以呢 我要请各位记得 你手中的一票 跟你未来的生活 是很有关系的 对啦 息息相关的 有墨水 你要 好好利用手中的一票 发挥作用 使到国会里面 有更好的平衡 未来的新加坡 需要 强有力的反对党 在国会 必使行动党 听取民意 避免他们在 政策上 走错方向 9月11日 投工人党一票 掌握民权 把握未来 谢谢